世界盃足球賽進入16強淘汰賽 首兩場賽事分別由法國和烏拉圭奪得勝利 和被淘汰的阿根廷及葡萄牙呈現兩樣情 不過仔細研究這份16強名單 發現包括俄羅斯在內就有10個國家來自歐洲 和1998年及2006年世足賽同列第二多的記錄 其餘5個是中南美洲國家 單獨剩下日本不是來自拉丁語系地區 而且今年是1982年以來 首次沒有任何非洲國家晉級 世界盃被歐洲主宰 也和國家射精實力呈現微妙的呼應 以2016年聯合國提供的人類發展指數做排序 大部分16強國家都落在前50名 瑞士 丹麥 瑞典拿下前三 墨西哥 巴西和哥倫比亞名次相對落後 這種資源不均衡的現象 不只出現在國家隊比賽中 系數全球前五大財力雄厚的足球俱樂部 都隸屬於歐洲國家 西班牙的皇家瑪德利和巴塞隆納隊 分別高薪聘請西羅和梅西等王牌球員 英國曼聯隊更擁有台幣240億元金賣 球星們平時荷包滿滿就因為足球隊價碼給的慷慨 體育賽事不只看實力 背後更是場資源角力賽 大約新聞 留日好兵役